來了這裡這麼多天 都沒有好好讓大家看看這裡的門口是怎樣的 今天天氣很好 看到月球 今天想跟大家說說它的垃圾系統 每家每戶的門口都會有兩個垃圾桶 一個是紅色櫃 一個是黃色櫃 黃色的就是用來放清潔的東西 所以我現在就把一些回收品放進去 它一星期只有一天會有來回收 但是垃圾每天都有 除了星期日之外 這個就是我們的後花園 非常之大 還有BBQ爐 不過我們就沒有時間用 如果有一群人進來煮 那就好玩很多了 可以一起燒東西吃 這個就是我今天的早餐 就是一個香蕉蛋糕 還有昨天在超級市場買的曲奇餅 還有煮的粟米 歡迎收看暖港夜 今天我們去的地方都非常多元化 首先我們會去看大自然的景觀 之後我們會去看動物 之後我們會去一間隱世的咖啡店 去吃個午飯 最後我們會去一個傳統的景點 就是碧畫小鎮 去看看當地的人怎樣把一些畫 畫在他們的小屋上面 最後到入夜之後 我們會去一個港口參觀 今早我們就需要駕駛1小時11分鐘的車程 去到King Solomon Cave 這個地方就在Mokelique的National Park 去參觀這些中雨石洞 是需要預先去預訂 但是在我預訂的過程 都其實有點繁複 還有都要搞了一輪 原因是因為我事前曾經電郵過他們 就想問他們是否其中有個洞 是封閉 因為他們大概10月的時候 就遇到水浸 所以就變成洞 就毀壞了 就要維修了 所以他另外有一個叫做 King Solomon Cave 他就開放的 就沒辦法了 今次唯有就是看那個洞 事先我們是需要打電話 去跟他預約 告訴他我們幾點鐘來 幾多日會來 幾多人 我們就需要在電話 留下信用卡資料 完成報名手續 在那時候報 我們就一個人收19元澳幣 全程整個tour 就45分鐘 這個就是King Solomon Cave的入口 那裡寫著 溫度可以去到9度 我看到上面有些人在野餐 順帶一提 停車場旁邊有個廁所 很乾淨 不過就沒有燈 走了進去這個山洞的入口 之後 他就有兩條路 應該要走右邊那條 才會去到山洞 那門口也有個牌寫著 他就說 你可以來到才付錢 但是我上網看 他就說叫我要預約 當然是預約了就穩陣很多了 雖然網上有寫到哪個時段會有tour 但實情他們是未必夠人數 開到每一班tour 所以最好就先打電話 去預約了 我們現在去不到那個 Maracrupa Cave 裡面其實就說有些 藍色的螢火蟲 這個也是他的 肩膜之一 不過就很可惜 我們這次去不到 Maracrupa Cave 和King Solomon Cave之間的分別 就是King Solomon 它其實就會是小一點的 只有220米長 而且它是一個乾的洞 而Maracrupa Cave 就正正相反 它是一個濕的棕雨石洞 因為裡面是有些河流的分支 它有457米長 而且據官方所說 進去都不容易 都要相當的體力才上去 不過我們現在去那個 King Solomon Cave 就容易很多了 那記住 進去中雨石洞 是不可以用閃光燈拍照的 以免石頭受到外界的影響 其實我打給那些職員 他們都說我很幸運 打到電話給他們 因為他們之前水浸 是浸到那些地方 基本上是連電話都收不到 上網也上不到 幾乎是跟外界斷絕 然後打到給他們的時候 是剛剛他們做好電話 那說回沒有Click這個地方 它本身就是很出名 一些Ladderwood的Honey Factory 即是一些蜂蜜工廠 因為這裡出產的蜂蜜 是佔了塔斯曼尼亞蜜糖的 產量的35%那麼多 同時這裡有超過300個山洞 就在這個National Park裡面 不過只是我們剛才提到的 Maracupa和King Solomons 是比較出名的 而Maracupa 它是1910年的時候被發現的 兩年後開放給公眾 而在九年之後 它就賣給國家的旅遊局了 我們應該就在這裡等它開始 在開始之前 我們看到這裡也有很多櫃布板 上面會介紹這裡附近有些什麼看的 例如這個Centuary 我們遲些就會去 而另外有一些Honey Farm也很值得去看 這裡也有介紹這個洞 開發的時候的一些相片 還有它的歷史 它這裡還說冬天會下雪 不過那時候已經是1930年了 這張照片就顯示到 這個洞開幕那天 人們是坐馬車來的 這裡的櫃布板 也有很詳細的講解 這個中雨石洞是怎樣來的 就是一些火山活動 再加上沉積了的海洋生物 最後就形成了現在這樣的地貌 進去這些山洞之前 裡面是很冷的 所以大家記得多穿衣服 但是我們香港人比較怕冷的 所以一聽到冷 只有9度 我們就穿到整隻種 包著很厚的羽絲 但是看到旁邊的外國人 全部都是穿到薄衣衣 好像秋涼的衣服 連小朋友都是這樣穿 他們真的不怕冷的 這個就是我們今天的導遊 它都很風趣 而且講解得很清晰 現在就讓我們試試拿一下石頭 但是進去就不准碰的了 一開始就要經過一段窄窄的通道 就會去到鐵門 要導遊開門 我們才可以進去 我們一進來的時候 然後就不是看到白色的棕魚石 為什麼全部都是紅色的棕魚石 他說因為這裡 就全部經過氧化了的棕魚石 所以它就會有顏色的 你可以看到這裡有一些光燈 這就是新的棕魚石 你可以看到 在這裏的名稱 我們有新的紙魚石 我們有新的紙魚石 這裏是很不平的的 而且剛才也說過 這個山洞是比較乾燥的 不像馬拉庫巴一樣 所以就不會說 我們有時候去一些棕魚石洞 它上面會有很多水滴下來 這裏就相對是少一點的 Coroids are not uncommon in caves but this is uncommon in this cave because we've got them everywhere So you can see them When you come through guys We'll see these cove They are incredibly fast growing The cave was discovered in 1906 They weren't looking for this It was discovered by accident So the people who discovered it Just kept it for two years Just starting to put a bit of infrastructure in And just taking people from their family And their friends through Without charge That was it But on the 31st of October 1908 This cave officially opened to the public And it became King Solomon's cave Okay before that it was Pochens cave The people who discovered it But King Solomon's cave Open on the 31st of October And it's not t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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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all of this material in front of you Is clay This is all clay So clay shouldn't be in this environment So we're below the surface And we've got fresh rock above us So this does not compute So but what the clay has done Is preserved history Because we're actually exposing All of the pick marks Of the guys who dug the tunnel In 1928 So that's a brand new Okay so this is a shallow cave At the moment we are only 10 metres below the surface And these tree roots are coming in searching for water And we've got 95% water in the air In the cave So this is all they're doing So these roots are coming from multiple locations up here Shawls only grow in caves And we're in a tunnel Which means the tunnel Is always here It's always been a cave I just fired it I followed the edge of it Okay so the clay came in And divided the whole cave into two So they knew about that one That's when they ran the tours They discovered that end of it And then they started building the tunnel To join the two together So that from 1928 has become the entrance We will continue our journey in this direction And we'll show you the original entrance The door here Parted walk-in There will beassy In the door here と the eye club See the door here It's not theす sırjad It's not the case And you'll see the pole here من whom it is This road here ThisСac-gil every stage Yeah Some access In the door here No If you can see Ne manages 大概是抽涼時間 但其實山洞裡也不會說真的會很冷 但冬天的話就真的不知道了 所以因為這個拿著它不會變成硬的 它就不發生了 因為它還會變成硬的 然後如果它浮潮流,在浮潤流,就在沮潤流 就變成硬的,太激的 然後它變成硬的,太激了 所以,它增加很多人 最大的挑戰都是20m的 所以這跟完全不同的情況 跟它們有動物 об圍 是從這裡的去等下去 就是叫做楼梯的屋子 就是30米的烤鲨椒 就是一大小的烤鲨椒 那是很多 所以我们第一次来到这个派 我们看到了一些漂亮的派生 然后我们看到了一些鲨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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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们看到了 這裡我們就可以看到 其實棕嶼石真的有很多不同的儀態 因為這是第一次的方向來的建築 所以每次的建築都會有加強烈的建築 所以每次世界的建築建築暴力 都被加強烈的建築 人們會說為何你會瞭解一下 那是完美的建築 那會不會是很大的壁 那會不會做過很多的壁 所以我地面熟悉的建築 所以在研究中的建築 他們最初他們的建築是 是核的建築和墨高的建築 和整個地方都被剩下骨 有些棕嶼石慢慢累積下來 延伸到地上 變成一條很大的柱 我們現在看到眼前閃亮亮的 叫做Calcite 方解石 它是由海洋生物最堅硬的部分 即是外殼和生物而造成的 前面這部分就是這個山洞的盡頭 接到很多地方 增加алась明明這裡 230m這個界止 尼尼尼尼尼尼完 tä 這是その待路口 再到 defic訂閱 15m大幅 這裏看起來好像熔岩或珊瑚的紋理 我們經過了大概45分鐘的行程之後 我們到了山洞的盡頭 之後我們就開始回頭了 在內地也看過一些中雨石洞 但他們很喜歡用很多五彎綠色的燈光去照射石頭 所以感覺相對是天然一點 沒有那麼人工化 盡量保持低限度的燈光 所以很多時候都是靠導遊的燈去照射石頭 我覺得這個山洞很有尋憂探秘的感覺 雖然之前說都去過看過其他的中雨石洞 但那些規模就會感覺大很多 雖然這裏是小一點 但它石頭的種類也有很多變化 而且導遊講解也是非常詳盡 而且感覺這裏的距離大自然更接近 因為這裏的石頭和你之間的距離是伸手可及的 不過我不是建議大家去摸石頭 所以總結這個山洞 都很適合老人家小朋友走也沒有問題 而且可以讓小朋友多學一些地理知識 本來我們安排了一間在山洞附近的餐廳吃東西 是咖啡店 但去到那個地方的主人 因為看到很多雞 我叫他做農場主人 他就說他們休息 我說我們只是想找東西吃 那附近哪裏有 然後他就推介了我們來這間 叫做Earth Water Cafe 我覺得這間咖啡店 相對是比較本地的 因為看到很多老人家 他們都好像在這裡 在吃飯店一樣 如果你不是怕外面 或是曬一點 或是有蚊 那你就可以坐外面 在這間咖啡店 環境也很漂亮 不過我們坐了這麼久 都是沒有蚊 來到這裏 都是自助形式的了 其實廚房休息兩點半 都挺早 幸好我們還叫得切食 那你找到位置坐之後 就出去外面的收運署 就拿訂單 然後就告訴他 你就坐哪個位置 那些食物到 他就會拿來給你 這裏的包子真的很脆 不是開玩笑 薯條也是又脆又好吃 我們星期日 就說會去酒樓 和家人喝茶 他們就會來到這些咖啡店 就會吃個brunch 老人家和子女和孫子 就來到這裏便吃半天 哇 讓我發現這裏還有一棵豐樹 在這裏吃東西的感覺 好像去了一個農場 這裏還有一個 他們自己種植的小型農場 好了 我們吃飽飽了之後 我們就去距離cafe 大概十分鐘車程 的Tarana Wildlife Sanctuary 那裏 去看動物 Sanctuary和動物園的分別 就是它好像一個救援所 即是遇到街上有些受傷的動物 他們就會救他們回來 放在這裡休養 順便遊人就可以過來去參觀 也都可以學懂一些關於自然生態的知識 和Sanctuary收到的錢 他們都會用作來救援動物 即是有點像自負營規 所以參觀這些地方 感覺上好像比動物園更有意思 除了這裏有袋鼠之外 又有Tasmanian Devil 也有很多鳥類 很多很多我都說不出名的澳洲動物 都會在這裏看到 所以如果大家去完Moclique 參觀山洞之後 最好過來這裏 是非常方便 因為真的很近 中間道路上 亦都有餐廳 不愁沒有食物 過來這裏就不用預約 Walk in 就可以了 不過最好上網 看看他們的關門時間 跟一般的動物園差不多 就是他們都會有些手信 有些公仔買的 亦都非常之精美 門口位置 就可以買完飛進去 下面還有些乾糧 你可以買乾糧 進去餵所有動物 都是吃同一隻乾糧的 袋鼠 鳥仔 鴨仔 什麼鬼 都是吃同一隻的 一大包都夠你餵全日 因為他們始終是野生動物 所以小朋友 一定要在家長陪同之下 才可以碰他們 一進去就看到一大片 綠油油的草地 上面好像有些鴨在走 嘩 有動物跳出來了 好 等我都準備去餵他們 誰想吃我的乾糧呢 這裡就是袋鼠住的地方 有些人已經在餵他們 平常他們多數都會在這個地方吃東西 這個位置就是遊人 他們一進來第一個接觸到袋鼠的位置 所以也有幾隻袋鼠在這裡 問人拿東西吃 在圓的後方 其實還有一個再大一點的袋鼠牆 在這裡 數起來也起碼有幾個袋鼠在這裡 所以那個位置就有很多位置的兜兜在這裡 那些袋鼠都基本上不會太吃人餵的東西 因為那裡非常之治療充足 很多人進來這裡 第一個跟袋鼠打卡餵袋鼠的位置就是在這裡 那當然我都不收拾書 拍幾張照片 接著我們就去聽了一個關於袋鼠的導賞團 突然有隻袋鼠跳出來 我們現在就去看一隻WombatBB 它是一隻男孩 是一隻孤兒 不要看牠好像短短的 其實牠是跑得很快的 現在這個人沒拿東西吃給牠之前 牠是躲在後面不敢見人的 很搞笑 不知道你們知道 Wombat代紅 其實好像樹紅一樣 也是有個袋子在這裡 而牠們的BB就會在牠們的袋子裡孕育 因為牠們的袋口是向下的關係 就算牠們平時滑動的時候 也不會滑飛沙子入袋子裡 因為始終牠們都是BB 人手臭大的 所以牠們都比較癡人 不過牠們已經長大了 也不太喜歡人的袋子 長大了之後 牠們就會移到動物園裡 讓牠們可以繼續繁殖下去 這裡的致養員 就會確保牠們一天三餐 都會有均衡的飲食 不會太重 不會太瘦 都不知道牠們是否做了什麼味道 牠們都不斷摸著牠們的鞋子 而且很喜歡牠們的鞋子 不過可以看到牠們當牠們是媽媽 不斷追著那個人 我們回頭看牠們 竟然被我們發現牠們在抱著公仔 雖然看起來很可愛 但是想起牠是孤兒 沒有了媽媽 所以一些陪伴 真的很慘 現在只可以抱著公仔 不知道是不是被我們看到牠 打了個關斗 然後牠就馬上不玩公仔了 終於可以親眼看到 Tasmanian Devil 聽就聽得多 但其實中文名叫做 代歡 但是當地的人 就叫牠做惡魔 原因是因為牠們遇到攻擊的時候 牠們會發出一些臭味 還有尖叫聲 另外 牠們很喜歡在夜晚活動 會出來吃一些腐肉 而牠們也會吃wombak 牠們的臭角非常靈敏 遠在兩公里以外的氣味 都可以聞到 在這個園區裡 我們就有機會可以摸牠們了 不過牠有點害怕 所以就不斷向上爬 致養員說 希望牠不會爬上去咬牠的臉 這種叫做代幼 小小隻 但是牠跟魔鬼一樣 都是屬於貧林絕種的生物 看上去牠們小小隻 好似老鼠 不過牠們是吃昆蟲為生的 通常都是屬於草叢 樹林裡面 看看牠現在在洗臉 真的好像倉鼠或老鼠一樣 像這些鵝的樣子 那我們走著每次看到兩隻 牠們在海棠春碎 就知道牠們來到牠們的地頭 放眼前看完 看到全部牠們是牠們 在耳朵晒在入光裡 領織中間有隻牠們看著牠們 我發現袋鼠的警覺性都非常高 剛剛有些飛機飛過 做出很大的噪音 他們全部都站起來看 來到這裡當然少不了餵食環節 你一拿包東西出來 都會有三四隻袋鼠出來找你拿東西吃 其他都懶羊羊繼續睡覺 不過問你拿東西吃的 通常都是平時不夠吃的袋鼠寶寶 我們就來到叼的家 他們都是受了傷 所以才會站養在這裡 盡可能都會放回他們去園居地 他們是澳洲的瓶泥動物 現存少過一千隻 園區裏面都有其他的小鳥 就例如這些 右邊這隻叫蠟咀眼 是澳洲南部一種大型的蠔 非常常見 我們在野外地方都有見過他們 這種叫做Long Note Potoro 叫做Roo 都是跟袋鼠有關 它是Wallabi和袋鼠的亞種 但受著環境的改變 他們都開始愈來愈稀有了 這隻躲在樹底的是什麼 動動動動的臀部 原來是一隻小翅衛 我們很辛苦才能等到他出來喝水 才能一倒他的廬山真面目 旁邊就是袋鼠的餵食區 那裏有很多長長的盤子 放了袋鼠的糧食 他們自然不會吃我們手上的食物 因為其實都是一樣的 看來這裏的袋鼠真的好不怕人 我整個人蹲在他們前面 它也是繼續吃的 喂!開餐了!快點出來吧! 正在等我吧! 嘻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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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嘻 嘻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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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嘻 不過我天天吃這些都吃到悶 客人又去餵這些東西 其實這角度看起來會覺得袋鼠真的蠻大隻的 要計算尾巴吧 難怪他們說給他分一拳也不行 看看 他是用尾巴支撐自己走路 就好像多了第三隻腳 之後我們又回去看袋鼠 我發現越小隻的動物就越怕人 而且要用相機捕捉到他們也很難 因為他們鑽咚鑽又跑得快 就算面對美食的人有 也很難吸引到他們 真的很小心翼翼 原來他是叫朋友出來吃 看來他也很深知獨食難肥這個道理 又看到這個道想員哥哥 原來他和我們講解後 又過來拿著大機拍攝動物 我看來也很忙 他就是在拍攝這隻代友 我們今天來到重頭戲 就是看Tasmanian Devil的圓區 看他們的生活和這麼可愛的樣子 都不像是他們口中說到這麼魔鬼 不過原來這一切的寧靜 都只是風暴的前夕 也就是在拍攝動物 裡面有一個人的風暴 就像是有一個人的風暴 他就在拍攝動物 也就是要不要拍攝動物 我們就在拍攝動物 在拍攝動物 不知大家又覺得他們的叫聲怎樣呢 在這些地方看到他們還要吃草 覺得有點怪 你這麼餓 給你一些糧米吧 好幸運地 在他們關門前 我是買到最後一隻代歡公仔 之後我們會經過40分鐘車程 去很出名的壁畫小鎮 Sheffield 我發現這裡不錯 放狗有些膠袋給你拿來撿狗屎 但不怕你們整卷偷了回家 其實我們一拍好車 已經看到周圍的店舖 屋 牆上 全部都是畫了很多畫 題材亦有關於塔斯曼尼亞 也有關於食物 關於店舖 關於紋身 什麼都有 大部份都是寫實派的畫作 這是市民會 這是市場的驅隆部 是一間士多旁邊的壁畫 是這樣的 而這幅是在描繪牧場的生活 現在畫中的那隻叫做代郎 是塔斯曼尼亞以前的一種動物 不過現在已經絕種了 在Sheffield這個地方 因為是一個很出名的遊客區 所以它也有一個旅客中心 而它旁邊有一幅幅很多的壁畫 但不是畫在建築物上面 而是畫在壁布板上面的地方 但當你不是在建築物上面看壁畫 而是它特別像壁布板 做到一幅幅很整齊的給你看 你就會覺得很單調 而且感覺好像不夠壁畫 故意去做一些畫給你看 話說這裏有兩幅畫 是由兩個香港藝人分別畫的 其中一幅是由周柏豪 在2017年過來這裏 拍音樂特輯的時候畫的 而另一幅 就在2007年 陳奕迅過來塔斯曼尼亞旅行的時候 他就搭直升機 由Crandle Mountain 所以他就畫了這幅畫出來 這裏有幾千個中國旅客 每年專門過來看這幅畫 我剛才提過 在旅客中心旁邊 有一個地方很整齊的 一幅幅壁畫 放在這裏展覽 現在就讓大家看看 其實你也看到 這裏很多壁畫 多數都是關於大自然的元素 環保等等 因為每幅畫都有大小 所以都需要時間站在前面 慢慢品嘗它的細緻位 去感受這幅畫當中的意思 這幅畫很真實 看這幅畫 多漂亮 有齊澳洲動物 上面人的展影 還有下面波點的圖片 都有它們的意思 這個藝術中心很有趣 看 那個門好像做到透明 不知道為何來到這個位置 我覺得有點像美國小鎮的街 這幅建築 啡色這幅很舊 是1883年的 寫著 忍不住拍照 我們現在走進了一條單車鏡 兩旁都有一些壁畫 前面那裏有個遊客地圖 我們今天去完這個 之後我們就來了這裏看壁畫 然後我們便會去這裏 然後便回去了 途中 在對面馬路 就看到一個友善的伯伯 他在那裏放狗 然後他在對面馬路叫過來 問我們 你看了什麼沒有 我們便說 看了 我們在那邊過來的 可能這裏真的比較多中國遊客 你看 連酒店門口 都放了兩個石獅子 這個畫了很多動物 咦 前面有間古怪屋 走過去看看 整間店舖都貼滿了古靈精怪的裝飾 門口還放了一個鋼琴 被人彈 你看那些球球多漂亮 上面有些馬賽克在那裏 好 完成了這個景點 我們現在就去Devonport 說一下這個Devonport 其實這個德文港 我覺得可去可不去 如果有時間有方便 就可以看看這個港口 其實它真的沒有什麼特別 尤其是我們這麼晚過到去 所以大部分的店舖 建築物都關門了 好 話口還沒完 經過27分鐘的車程 我們便到了 我之前不是提過 有個 Spirit of Tasmania 那艘船 就會在這個碼頭停泊 所以 Devonport 作為Tasmania 第三大的城市 這個港口 都是非常重要的 其實我來到這裏 都沒有想著有什麼要看的 但因為看到旅遊書介紹 這個地方因為很近港口 所以旁邊有很多酒吧 這樣的餐廳 就想著有沒有什麼吃 一拍好車 就看到他們的消防局 原來是這樣的 那好吧 我現在就到處去看看有什麼吃 順便欣賞一下這麼漂亮的日落 來錄機啊 這次說是長機啊 其實我下車之後 周圍看都不知道 哪裏是港口來的 但一見好這裏 這麼多海鷗 就知道旁邊是海 這裏整個區域 都有一些CBD的感覺 特別是看到Lofo Hotel 那些海鷗其實都挺吵 然後很搞笑 看到這隻海鷗不停叫 然後追著它 不知道做什麼 但是呢 就好像BB來的 太陽就快下山了 真的要快點找東西吃 然後呢 我就走了上去 上Lofo Hotel 那條橋道 就看到有麥當勞 之後都有下去看其他餐廳 看到有印度食物 有中菜 是未收的 不過就不多想吃 所以最後就沒有留在這裡吃東西 雖然呢 因為可能我太晚過來 就覺得沒什麼看 但呢 這裏的景色 真的感覺很浪漫 那最後呢 我們回去 都是去超級市場 就買了一些食物 回來煮 所以為什麼呢 就是一定要找一間有廚房的屋去租 就是這樣 就算外面沒有食物 最後都可以回去自己煮 如果你喜歡我這條影片的話 記得讚好 訂閱我的頻道 還有按鈴鐺 下次再見 by bwd6 請看